大家好 我是Mira 看到这个蓝色的窗帘就知道我在香港的家 每次回来香港我都很喜欢做一些化妆品实测 今次就想和大家实测一个cushion 就是这个 这个cushion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它可以令我们全民打造一个非常立体的 心心眼 什么叫心心眼呢? 我们可以把心心放在面的位置 然后我们要提亮 这两个位置就是苹果肌和下巴 只要我们打亮这三个位置就可以修飾轮廓 做出一个V面小眼 那究竟苹果肌是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眼睛对落大概这个手指位 然后这样一个倒转的三角形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需要打亮的地方 因为我们是东方人 东方人的面型其实是相对比较平一点 是比较没有那么立体感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打亮这个位置 来提高这个立体的效果 那今次这个Lanegecushion 是一个霧面的粉红玫瑰金设计 打开里面呢? 左边就是遮瑕cushion 右边就是粉底cushion 防晒功效的 那它们的粉朴呢 是一个非常贴心的水滴形设计 上面这个尖尖位置呢 就可以用来塗这个遮瑕cushion 方面塗一些细眉的部位 那现在呢呢 就只是塗了base 和一个滑眉的状态 近乎素颜 所以这面呢 是比较没有立体感的 所以现在就要上妆了 那其实官网呢 是会有四个方法呢 教你打出不同的妆感的 那我今天呢 就想营造一个 比较半霧面雅至少少的妆感 所以我就会先塗这个遮瑕cushion 那我就会用尖尖这个位置 然后拿一点点 然后呢 在苹果肌的这个位置 这样轻轻印开 那因为呢 cushion遮瑕里面呢 它是加了一些智慧的遮瑕粉末 所以它是可以通过温感溶化 那是可以遮掩黑眼圈 还有有色斑 或者即时改善泛红 一些肤质的问题 那刚刚红了那个点呢 现在是完全遮掩了 然后呢 就用圆咕噜的这边 塗粉底cushion 那本身呢 遮瑕cushion 它是比较霧面感的 但是这个粉底cushion 就是水润感来的 所以它即时会有一个很透亮的光感出来 塗完之后呢 可以即时提亮这个苹果肌和下巴 額头的位置都不要忘记得 因为呢 粉底cushion里面呢 有一个独加微小玫瑰光的珍珠粉末 所以呢 它的折射光感 是可以更加提高的 面现在这样看上去呢 是立体好多的 那因为我上了遮瑕cushion 之后才再上这个粉底cushion 所以呢 出来的效果是一个半霧面半透亮的感觉 那大家如果都是追求这个感觉的话呢 可以跟我这个用法 我就是用了这盒的Lanegecushion 就可以打造了这个 零下立体深深眼 那之后呢 我现在化完整个妆 好了 那现在呢 就化完整个妆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妆效先 那就是一个半雅之 然后有好眉好眉的光泽感 那个光泽感就源自于 刚才的粉底 是有少量的珍珠粉末 那我是任何的shading 然后highlight都是没有做的 我只是用了这个cushion 这样呢 都可以有一个可立体的感觉 因为其实这三点有打亮到 做到一个深深眼的效果呢 就可以了 那因为他们官方声称 这个Lanegecushion 是可以持妆12个小时的 那其实我在韩国和欧洲呢 已经测试过是真的合适的 但至于香港的话 那今天呢 我看了天气呢 是24度 所以呢 我穿了这个 里面是T恤 然后加一件cutting 就准备出街 那所以我臉呢 其实除了这个cushion之外 因为我没有塗任何的东西 因为想 真的仔细一点 测试它 究竟可不可以持妆12个小时呢 那现在就要出去 见朋友啦 然后吃饭 然后12个小时 回来之后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用后感 乳果茶 还有这个 巧克力可丽饼 好香 它是苹果炸汁 加在茶里 好棒 我以为它是那些 苹果味的茶 它真的有苹果在里面的 好棒 好了 现在呢 吃完这个Tea 就是吃夜晚饭了 是我期待了二九的米线 对了 因为我没有吃米线了几个月 每次回来香港 我最想念米线 米线和米线 今次应该是吃星林居的 好了 我礼牌一定要有猪腩肉 跟着小中辣普通酸 但我想说呢 这家呢 它整天的味道都是 每次都不一样的 所以我叫小中辣分钟 它给了个不辣 我也有机会 所以这些就不要太在乎了 好了 我的米线来了 试试它的汤 我是叫小辣的 喂辣的 酸的 然后你叫什么 小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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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我可不可以喝一下 其实一看就知道 我这个红味这么多 我这个辣 我真的不知道 你快点叫它加辣吧 哈哈哈 还有辣超多 为什么真的很 random 所以呢 你来西门那里吃东西 是要看运气的 我又来到铜锣湾了 都说回到香港 最常去的地方 就是尖沙咀和铜锣湾 我们刚才在尖沙咀吃不饭 然后有朋友说 要过来铜锣湾买 然后我们就过来铜锣湾 然后就顺便买了铜锣湾 那好了 现在呢 真的近乎戴妆12个小时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妆效 我真的有惊喜到 因为其实该有的东西 它还在 譬如是眼的位置 眼影其实也不是说容得太多 因为其实呢 眼影容不容 有时都好看你的底妆 持久度是好不好 所以证明到它的持久度是非常之好 那是黑眼圈这些位置 它有点凝固的 但是我觉得12个小时 我是非常之可以接受的了 另外是鼻液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香港 整天搞得我鼻子很痕 我就不停擦我鼻子 但我觉得呢 我不停擦鼻子的情维 就是它 其实粉也不算是凝固的太严重 是很可以接受的 而且半霧面的雅致感 还继续在 因为刚才打造这个心心眼的时候 遮瑕cushion 我们塗在这三个位置 那这三个位置呢 依然的霧面感 都是非常之重的 而其他位置呢 就是随着时间 会散发一个很漂亮的光泽感 因为有些人呢 可能很担心 会不会出油 出得很厉害啊 但是完全是没有这个状况出现 甚至乎有刘海 一路遮住我的颗头 但也不会觉得很黏很黏 是完全感觉非常之良好的 而且呢 我觉得它的补水效果也不错 我自己就是混合肌 我是两边面和靠近鼻的位置 会比较干一点的 但是我在韩国或者欧洲用的时候呢 一些觉得干的感觉 完全没有 一点都没有脱皮 然后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呢 如果是皮肤比较干的朋友 都会推荐大家用的 那终于我觉得这个cushion 都蛮低玩的 因为它是遮瑕和粉底二合一 所以就算你想出街补妆 都非常方便 可以打造这个心心眼 不用觉得化完妆之后 又担心它很快浮 然后又要再找好补妆 完全是没有这个担忧的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counter看看 那这个cushion就是255元 现在还有樱花套装 里面会有cushion 旅行装的洗面 和卸妆油 那这盒都是255元的 首快有首万无 那大家想要的话 就尽快去抢购 另外现在在Lanege的eShop 購物满650元的话呢 就会免费獲得 限量的樱花产品 和一个气垫粉柄是5g 那如果是有兴趣 入手这个气垫粉柄的朋友 不妨去eShop看看 好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帮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的话 帮我按下来 记得follow我的IG 或者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更多的动响 记得按下订阅和按钮小鈴 就不怕错过最新的影片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多谢大家收看 Bye 拜拜